Yoyo,我是阿瓜叔 是第四代 第四代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說過 我開關,我心想 我出門吃得住 他要做了三遍不懂事 對不起,三遍 但跑完飯後,有點累 弄不住 Yoyo,我是阿瓜叔 今天繼續說… 對,今天說New Balance的新跑鞋 也不要說新跑鞋那麼簡單 我們連New Balance也很新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說過 好像近來都看過幾次 這雙鞋全部運動員和藝術才能收到 但這雙鞋其實是第四代 第四代 前三代都是設計差不多 如果你問我,我個人認為 第三代我自己覺得很漂亮 就是那個叉出來的東西 但這次一代完全沒有元素 就變成新的設計 這些應該叫甚麼 幾何切角 德國嘛,六角 零角 還有甚麼特別呢 這雙鞋其實膠型不同了 按下去 我比上一代按下去 軟很多 彈很多的 對,這個真心 這雙鞋挺好的 你在這裡做甚麼 磨砂 磨砂 因為它的底部有些蝦紋 它的底部的蝦紋其實… 它有三遍不同顏色 它的鞋底有三遍不同顏色嗎 對不起,三遍 但跑完馬上是有點累的 搞不了 三遍,對,三遍 不過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三遍有甚麼分別 代表你的下腳位嗎 我覺得它可以讓你看到 你下腳時在哪個位置比較多 明顯一點 噢,即是它用顏色去區分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它蝦紋 你就會知道 究竟是中掌 側膏 內側 對,或者是腳掌 其實它的鞋位也有尖尖尖 現在我想很多都流行 我覺得主要原因是 因為彎上去可以做到的行動 其實我覺得是彎上去 讓你不要下那麼多鞋 沒有車下去 因為很多朋友可能不做 當時用不到中前掌 就會靠腳掌落地 所以會變成這樣 車下去的時候 其實它又不想那麼多 噢 所以盡量把它偷輕 切割了,比較少一點 讓你多一點用前面的力量 就不會靠那麼多後面去做 明白,明白 看到底部有一個… 坦白 它叫做Energy Arc 令整塊板變得輕了 但因為我這樣摸上去 其實它比較塑膠 是 其實我感覺上可能是一些膠板 是,而且可以浸沉色的敲下去 是響的 是 有四隻手指的鱗 感覺整體是很薄的 如果你問我就這樣彈它的時候 很清澈,很通透 是的 看過所有東西 有Full Cell,然後有Phantom Beat 其實這隻鞋 我覺得是很輕的 我們量一下就知道有多輕 好,你幫我量一下 好,US 8.5的油腳是 233.3 輕啊 我覺得它比我想像中 重了那個位的原因 是因為膠的底部比較厚 它這個其實整個Stack是比較高身的 就是你很明顯看到的 而且它Hill Drop只有4mm 所以其實它沒有位置可以偷太多的膠 所以我想它重重的原因在那裡 我想它也不是特意想偷輕它 直接給你保護性 對,給你保護性 OK吧,它可以很有彈性 我們剛才那次試過一樣東西 彈到地上 骨頭 你也不適合位置 你懂得嗎 你扔來看看 是高的 你先後面… 後面? 立刻向前 為甚麼要這麼彈 就是要你一踩下去就離開 嗯… 就是它那些 Walker Roll 所以其實如果多了一點重量 但又有彈性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不錯 就算是高磅數的朋友 都可以接受到 你可否每次說高磅數的時候 看著我呢 我有禮貌而已 我上磅,我減肥 我現在上磅 上機… 除了說這雙鞋之外 今天還要說這個 下褲 這個是RC Short 但這個是5吋 我現在穿這雙鞋 是三吋 你這麼短 三吋 我這個五吋 知道你長 我知道 比你長 長一點 不過這褲子有甚麼這麼駕駛 這褲子是為了Racing穿的 這件物料相對透氣性高 你看到很多洞洞 然後呢 原來有內膽 內膽就特別了 你看到這個位置的針織位 是不同的 這是什麼,鬥著絲襪部位 對,鬥著護陰 護陰 沒有那麼容易磨 因為其實跑步一出漢 其實很容易磨 磨哪裏 磨內質 磨底 好 這個位置可以幫你 沒有那麼容易磨到損 即是保護 這個物料看起來好像很厚 厚 其實比以往的比賽的Racing Shot 是相對厚一點的 有兩個袋子 有兩個袋子 對,這兩個袋子 其實是給大家放膠袋的 膠袋 對,那它裡面拿出來 即是要從裡面拿出來 先拿出來 不,其實通常人家手放在後面拿 這樣拿的 這樣拿的… 那它在跑的時候… 不會,你不會跑到這樣 你不會扭腰 你不是把你的褲子拉下來嗎 你很勢力而已 你看到那些不應該建議嗎 好像沒有 你扭腰一下 你不會妨礙你跑步的表現 這樣就不會 你還有污纏而已 對,那就行了 後面還有 有一條拉鍊 不過它的拉鍊是比較小的東西 比較小的 可能放很少的東西 可能一般跑步就放鎖匙 我覺得白通吧 白通,或者可能少許的錢 整個設計 我想是為大家跑馬蟲 或者跑場跑的練習時 就是放到一些必需品 那這條褲現在賣多少錢 這條褲5吋 和3吋都一樣的 499 一樣價錢 多少隻顏色呢 有四隻顏色 是 這隻叫粉紅色 有針藍色 灰色和黑色 上車 上車 好 好,上車還上車 我們的肉相機 再試鞋 搭… 現在的感覺是怎樣 很彈 很彈嗎 很彈,很推 很推 其實我自己穿上去 我覺得膠的回饋感是很強烈的 不說不行 它彈起來很穩定 是 腳掌位的闊度好像很安心 剛剛踩緊了 對 下去的時候 安心的感覺 那麼安心就出行 出行就大家決定了 對,出去跑 就鼓勵大家做多一點 但我發現一件事 我剛才試試的時候 在斜角的位置 它的設計上好像有些東西 可以幫助,對嗎 我覺得踩進去的時候 剛好屈接了 然後就推了你向前 就是在這裡踩,屈接 然後就推 這樣嗎 對 所以這個接位 就是做了力量的回饋 可能我這樣說 可能它要兩層力量 是 下壓後,它剛好壓進去 石油膠 就替你彈光彈向前 感覺很不同 那塊碳板那塊… 坦白說,我踩進去就不會覺得 是 反而石油膠很明顯 是幫助彈光彈向前 對,它有彈光彈向前 對 但現在這雙鞋子 前中也是一件超級衣服 但超級衣服 這雙鞋子你推介給朋友們 用來做甚麼 我會推介給大家去跑比賽 是 因為可能這雙鞋子也要在等待 但很大的問題是 究竟是否每個人都穿等待待衣服 去比賽 那平日呢 平日的話,我想是訓練 訓練在場貨上 或是你跑快的長貨 長時間,這雙鞋子也不錯 因為我自己做訓練 或是做一些… 相對來說,長一點的節奏 其實我都很喜歡拿一些 鞋子 但我已經問了 New Balance的教練 聽說他有一些特別的見解 對,我們去片段 我手上現在拿著 最新的Fusell SC Elite V4 其實我剛才拿著10公里 也穿來比賽 我之前認識的人 每個人都知道我喜歡穿5200 但這次為何我試這雙鞋子 其實我練習時穿過一次 覺得它的承托力比較好 而且它會看到推進力也很強 因為剛剛駕駛有些上斜 我感覺到它是幫我給力 因為其實我的上斜能力是弱的 這次穿到它之後 我覺得上斜比之前好 而且平路的推進力也強了 之前因為我跑 頭三公里 是用了9分多的速度去跑 即是加上9分多的速度 所以我極力推薦這裡 可以跑到10公里 先把胸口打開 不是要打開胸口 不,我免得看不到 因為我長期凸凸 不,因為始終New Balance 可能最近在跑圈裡 可能越來越多人穿 開始積極了 所以我也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在這樣的標準中 現在這雙鞋的價錢是多少 對,是199 其實我沒有記錯 上兩隊V3、V2都是差不多的價錢 如果在這個市場來說 因為始終有百花齊放的情況下 這個價錢來說 是不是很划算的情況呢 其實如果以現在的跑客來說 它沒有加價 差不多的價錢 其實是很划算的 因為很多比賽鞋 Super Shows是不斷加價的 是 有些款式甚至乎 過2000 但它這個就是保持著 一千多尾 但是現在跑圈 多很多人穿 新New Balance 其實近這幾年 是多了人穿的 例如有MBRC 或者有不同的C鞋活動 其實是多了朋友 會選擇New Balance穿的 最後一個情況 就是這雙鞋 推薦給朋友 推不推薦呢 其實這雙鞋 我會覺得 可以讓朋友去比賽穿 是比賽穿的 因為它有夠彈 有夠厚 很多比賽系的 Super Shows 可能相對較薄 或者踩下去 會沒有穩定性高 但可能這雙踩下去 會相對穩定一點 或者可能推向前的感覺 會很明顯 因為始終都是闊一點 那個B會比較闊 comment的位置比較闊 OK 大家繼續留意我們 有什麼意見可以留言給我們 對 或者想知道更加多 跟EMB的鞋子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問問我們 跟這雙鞋子有什麼關係的東西 都可以直接問我們 好 那是最後一個BON Bye Bye